在向边境部署了大量重型武器 以及获得了多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后 印度的态度可以说非常强硬 甚至声称有能力打赢两线战争 那么印度真的有实力打赢两线战争 一旦与邻国爆发大规模战争 到底会有哪些国家支持印度 近期印巴两国军队在克什米尔时控县地区大打出手 双方都集结了重兵进驻边境地区 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军方多次警告 已经截获了印度军方的确凿情报 证明印军正在准备对巴基斯坦发动外科手术打击 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对此给予谴责和阻止 以避免印巴这两个有何国家发生无法挽回的大规模冲突 这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严重的威胁 据美国基督教真言报12月21日报道称 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阿萨德·马基德汉表示 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调解印巴冲突的国家 巴基斯坦希望美国能出手阻止印巴两国爆发冲突 确保南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表示 巴基斯坦幅员辽阔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国家 巴方特别重视和美国的关系 并将美国视为老盟友 虽然美巴关系因为一系列事件而出现了问题 但是巴基斯坦履行了对美国的承诺 在过去十年内成功大幅减少了本国境内的恐怖分子袭击 然而不幸的是 在过去两年中 巴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死灰复燃 而背后有着印度方面无处不在的影子 巴方认为 印度试图破坏巴基斯坦和盟友的经济合作 削弱巴基斯坦的力量 以达到独霸南亚和印度洋的目标 据报道巴基斯坦近期不断向美国示好 希望美国能插手印巴克什米尔争端 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兵戎相见 然而这却向新德里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后者认为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顶不住了 上述举动实际上代表了认输 然而印度的态度十分强硬 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 只有巴基斯坦做出更大让步 才能解决克什米尔的危机 否则即便美国介入也没得商量 与此同时 印军方不断在克什米尔实控线挑起冲突 并扬言印军方有能力同时打赢 和两个主要对手的冲突 警告巴基斯坦方面 不要试图挑战印军的底线 对于巴基斯坦的指责 新德里方面一律急于否认 拒绝承认支持恐怖势力 袭击巴基斯坦的指控 此外还倒打一耙 声称巴基斯坦不断向印控克什米尔 派出武装分子发动袭击 印军方表示 近期缴获了大批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弹药 并拦截了多架运送军火的无人机 新德里方面警告称 巴基斯坦的实力远逊于印度 不要试图采取挑衅手段 试探印度的耐心 否则将遭到印军的有力报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